小學員初次站上主播台 心情既興奮又緊張 構成豐富有趣 讓學員們可以學到豐富的知識 雖然只有短短幾十秒鐘 但每一位學員都全神關注 想要呈現出最完美的表現 歡迎收看港督新聞 我是小小主播李永恩 經過兩天的記者工作事務訓練 從採訪、撰寫新聞 到最後站上主播台 小學員們挑戰一個又一個的不可能 現在各個自信心爆棚 就是有一點恐怖 然後滿緊張的 但是念完的時候又覺得很好玩 一開始有點緊張 但是我在念 我本身有在朗讀比賽 我在念這種上台的時候 我都會先念個佛號 比如說這樣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這樣 就比較不會緊張 受到疫情的影響 今年的成果發表會 特別改成線上直播 讓無法參與的家長 也能在線上看到孩子們的精彩演出 青年港督有線電視總經理 特別肯定今年參與的學童表現 因此親自出席頒發結業證書 其中針對幾位出事提升 表現亮眼的學員 更特別給予肯定 我覺得我這次表現還不錯 然後主播講要學習的東西 就是怎麼寫主播稿 然後在鏡頭面前要很勇敢 我覺得很驚訝 這次明明參加主播影有那麼多人 然後天公盃就竟然雪中我 那每一個作品呢 其實都做得非常 算很認真的投入 那整個新聞製作 不論是從這個記者的採訪 包括到主播的播報新聞這方面呢 我看小朋友的表現其實都不錯 所以這個T次的小朋友的表現非常好 所以在這邊只能說一個讚 中家寬平慶典港督有線電視 身為地方媒體 常年善盡地方企業責任 積極投入對學童的媒體試讀教育 兩T次的主播營 精心安排各項實作課程 讓大家更認識電視新聞 也在學員們心中留下一段難忘的暑假回憶 記者潘志光高雄報導